日前美国政府批准对台出售66架F-16V战机 台立法机构明天将会排审相关的军购案 预计民进党团将会凭借多数优势通过该案 有台湾媒体评论指出 民进党不断挑衅大陆挑战两岸红线 就算买到更多的新型战机也难长保和平 美国国务院8月20号正式宣布 批准对台出售66架F-16V战斗机 及相关设备的军售方案 该案总价高达80亿美元 约合新台币2500亿元 台行政机构已编列了所谓新式战机 采购特别条例草案 23号将在台立法机构正式排审 由于民进党团在台立法机构掌握多数优势 预计该案会顺利过关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称 大陆军事现代化不断成长 台军方确实倍感压力 但这压力何尝不是来自于台当局的不断挑衅 马英九执政的八年 两岸保持良好互动沟通 但民进党执政三年多来 不但无法增添大陆的善意 反而使得两岸关系陷入剑拔弩张的风险 民进党甚至以为有了美国当靠山 就可以肆无忌惮挑战大陆底线 最终只怕是玩火自焚 就算买到更多更新的战机 也难长保和平 有学者指出 民进党当局选举有数治理无方 为了选举通过各种方式显摆自己与美国的关系 通过交保护费谋求连任 通过迎合美国挑动两岸同胞的仇恨 最终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国台办早前也曾表示 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同胞扶植利益 身家性命 卖身投靠 寡连闲耻 执意要将2300万台湾民众带上绝路 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